苗栗公館的紅棟是全台灣唯一的栽種地區 那為什麼只有在苗栗公館適合栽種 那大概跟我們的一些地址、氣候等等的相關因素 也比較屬於耐旱型的植物,所以它也需要那種海水性很好的一個適中的地方 苗栗公館這個紅棟的品名,它的名稱叫做雞心棟 紅棟它要好吃,一定要一半是紅色的,一半紅,另外一半是綠色的 這樣子它的成熟度才夠,兩點美容或者是美白 然後多是一點,多攝取一些維他命C,其實對我們的肌膚啊,對我們的身體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整顆它都是紅的,它的維他命C會逐漸下降 那逐漸下降,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把它採下來 然後經過七到十天的日晒,然後變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紅棗乾 晒乾以後呢,它就變成我們大家都知道說一個氧氣、養生、補血的一個功效 所以很常就是老一輩的人,他們都會用這個紅棗乾來燉雞湯啊,或者是我們可以煮養生茶 我們苗栗公館啊,每年紅棗的產季是在我們暑假的時候 大概就是在國立的七月十五到八月十五這段時間 那在這一段時間呢,不管是我們親子啊,還是親的好友們啊 其實都可以相約到我們公館這邊來體驗彩紅棗 那像我們的國園這邊,我們都有開放紅棗柴果的體驗 我們還有紅棗奶酪、紅棗醬、紅棗醬 以及紅棗醋的一個周邊的相關的紅棗它的這個DIY的活動體驗 所以來到這邊呢,不僅柴紅棗還可以有體驗以外 那我們有一些特色的餐廳,把這些我們的特色紅棗餐廳做一個獨餐的一個美食 一個小店 每一天都有一個小店 每一天都有一個小店 每桌都都都有小店 每一天都都有一個小店 都有一些小店 我會覺得每一年都都有四種地方 有時候不ось到一年都去看 一年都有一個小店 你可以提出一個小店 是一個小店 整個小店 是一個小店